开发完生产的一台以后 我们再来开发一个消费的一台 好吧 来到这地方来 我们再溜一个 再溜一个叫卡夫卡 consumer consumer就这样 来写一个数字 卡夫卡消费者 消费者 我们刚刚消费是直接用扣装的消费是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是用代码的消费 也是一样 第一点你肯定消费 也要指定一个topic 也是通过外面注入进来 通过构造方法注入进来topic 那么我们构造一个方法 构造方法的 卡夫卡 行吗 紫菌topic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外面的传进来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个Z4复制一下 topic 等于topic ok 写完了 写完以后在这个生产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叫producer 是吧 producer 那么在消费的时候呢 其实他也是一样 他有一个叫做消费的这么一个功能 或者说API 我们先定一个方法了 我们定一个方法 我们创建一个consumer consumer 这叫什么 叫consumer connect connect 一定要注意这地方要选哪一个 要选这个Java API的这个卡不卡 这个Java API的这个 我们消费的时候是需要一个链接器的 好 我们来创建一个 create一个connect 那这里面怎么写呢 那我们先返回一下吧 返回一个 这里面有个consumer 有这么一个类 这个类在哪里呢 这个类consumer 它是在我们的 他不卡的 上面里面 点 来 你看 我们创建一个什么 创建一个Java 创建一个Java consumer connect 是不是 来这里面到底写什么东西呢 我们也不一样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点进去 这里面他传的是一个consumerconfig 跟刚刚非常类似的吧 我们6一个 给他放进来 这个现在一个呢 这个选卡不卡 这个 这个东西又有个构造方法怎么写的 再点进去 他要传一个properties 其实跟我们刚刚那个是完全是一个套路 一个套路 properties properties等于6一个properties 放到这地方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放进来 这样子就行了 是不是 其实我们只需要把一些属性设置进去就OK了 好 我们在消费的时候 来看一下这个消费的这个条本 消费的时候是使用足Pip的 对不对 有一个足Pip 一个topic 生产的时候是properties 消费的时候是足Pip 不要搞错 所以这个地方来 我们要把一些属性信息给他放进去 put put到底这个key是什么东西 我们也是要来看一下 对不对 看一下这个consumerconfig 它是怎么写的 看看 看看 我们来找一下 找足Pip吧 足Pip P-E-E-P-E-R 哪里呢 我们一直找 找到我们所需要的 那这个里面好像并没有看到是吧 并没有看到让我们配足Pip的地址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到他的负类里面来看一下 负类里 这里面一个zkeyconfig 来都在这里面 你看有个足Pip的链接 链接好 给他拷过来 这个链接配到哪里呢 配到我们卡布卡的 宝贵地址里面 这里面有个zkey 有个zkey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其实我们先写这一个 我们来测一下看看行不行好不好 行不行 我们先不管他 先就这样 不行我们再来调整 我们把一个关键的写成区就OK了 好 那么通理我们也来一个thread 然后run方法实现一下 这个run方法也是一样 我们来看看怎么实现 这个方法要稍微复杂一点 比我们生产的时候 第一点我们要根据这个create connect 我们来得到一个concilmore connect concilmore 好拿到这个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拿到它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些方法 你看创建message stream 创建message stream 你看它的传输的参数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那我们先点这个 这个参数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来就这个地方 第一个 它是一个什么的 是一个street 类型 它其实是一个topic 然后后面传的是一个list 卡夫卡 street 一个字节数组 一个字节数组 是吧 好 我们先来写一下 让你们大概明白一下 这什么意思 我们还回过 回到这地方来 你看 它先是定义的一个map 是吧 是一个map类型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要来定义一个map 按照它的规则来 map 把street 引引它类型 这里面我们定义一个map 叫topic content map 等于6一个hz map 把这个map导进来 把这地方 我们的street 许体质 拔回过来 回车 冒号是吧 我们把这个放进来 那么这个里面是放什么东西 这里面注意一下 这里面放的是put 我们把topic放进去 消费的topic是哪一个 然后后面这个是什么意思 后面这个其实是 从几个几个什么呢 几个卡夫卡 Stream 我们就写一个就行了 我们就写一个测试写一个就行了 好 那么这个的返回值是什么的 create一个message Stream 它的返回值 是这个东西 看到没有 我们把这个拷贝过来 很复杂 很繁琐 对不对 这个的确是的 很繁琐 来 我们起一个名字 它叫message Stream message Stream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可能有些伙伴们就有点迷惑了 这个Stream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我来写一下 第一个Stream 这地方是记忆上传的就是topic 就topic 然后呢 这个list 这个卡夫卡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对应的数据流 数据流 我们等会打印出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好 我们现在相当于拿到的是一个message Stream 一个消息流 是吧 那么你 再把它这个拿到 你可以拿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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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这个key 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的topic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topic拿到 拿到以后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 你看 它是一个key 是一个object的类型 是吧 object的类型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get0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很多同学不能理解 get0 这一步就是获取 我们每次接收到的数据 gat0 要只有通过gat0才能获取 好 那么这个里面的类型应该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卡夫卡这个类型 Streme 这个地方多了一个 其实就是从这里面去获取到你指定的topic 因为这样拿过来很可能这里面 可能会你可以存放多个topic的 比如topic1 我这地方没定义 topic3 可以这样的 所以它也可能一次性拿到很多的 所以你指定一个topic 盖着你一把他的东西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我们迭代一下 点itervator itervator迭代一下 迭代以后它的数据类型又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consumeritervator 我们把这个拷费过来 所以一定要把原码关联上 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学习的 没有办法学习的 这个类型就这个类型 就这个类型 我们起一个itervator起个名字 好 这样的话相当于拿到一个迭代器 拿到一个迭代器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迭代器进行无限制的 就是一个has next 有没有下一个 有的话就把数据给它打扔出来 对不对 打扔出来这个怎么写呢 我们把消息拿到 消息其实就是itervator.next 然后点message 你看就能获得消息的话 对不对 那这个数据类型 你看它需要的是一个字符串类型 但是我们找到的是个直接数据 那么我们需要把后面这个直接数据 运用一个string运用出来 我换进去 这样就行了 好 我们把这个消息打印一下 system.out.correntln 我们把这个消息 resale resale到一个消息 message ic 结束到消息 好 那么写就写完了是不是 写就写完了 那么我们也来测一下看看行不行 你看 ok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客户端app里面来 淘贝一本 卡尔布卡 consume ok这样的话就写完了对不对 写完以后我们来测一下 我们来测一下 测一下把这个app找到其他的我们都先给它关了 其他都先给它关了 close others 好 我们用键来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看看 ok不ok 那这边告诉我 他说 无效的参数 必须 需要的东西已经丢失了 哪一个呢 他说这个 groupid是必须的 是不是 groupid这个是哪个那里面的 你看是卡夫卡 consumer里面的 所以我们这地方还需要定一个 你看我刚才是故意不写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你们写逗了没有关系的 看他提醒 提醒会告诉我们 然后把这个卡出来 groupid 这个地方既然他要groupid 那就麻烦了 这个groupid我们写什么是不是 写什么东西呢 有同学就比较好奇了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对不对 其实这个也很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定义一个就行的 定义在哪里呢 我们在这里面定义一个 pobelic static final 来groupid 我们就写一个自己定义的一个名称 起个什么呢 我们就起个test testgroup1 好吧 这个组 好 我们把这个卡片过来放进去 这个地方点groupid 那么这个地方放进去就可以吗 就可以吗 我们来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好 重新来跑一下 看看会不会有消息的发出 你看这地方接收到了好多消息是吧 接收到好多消息 有看到send1 为什么会接收到好多呢 其实前面我们发过的 我们发过的对不对 发过那些我们应该默认是从零开始取的吧 从零开始取的 所以他会获得到以前你发出来的 我们并没有处理的一些数据对不对 你看你在看后面 你看 这个地方 发送的一个2 接收到了一个2 发送的一个3 接收到一个3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客户端用java API的方式 能获取数据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把我们的这个打开看一下行不行 那么我们的控制台上面来测一下能不能消费我们生产的消息呢 那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是message几 收到的是message30多 我们到空台来看一下 应该是是ok的 现在是接收到54 那么我们到空台上面来了 54 50 56 一直往下方 这是57是吧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57 58 59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相当于使用卡夫卡API的方式 就完成了生产和消费 即消费这段代码 你们自己好好回去理解一下 这个代码比生产的是要难一些 因为它里面涉及到这个数据结构是相当繁琐的 不过你们在用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拿这个代码直接用就行 这写一次就ok了 后面就不需要再写了 所以自己一定要回去好好锻炼一下 那么API我们就讲到这里